愛懶就是情 我們就事先講啦 七情六意啊 哪七情 喜怒 愛樂 愛悟意 慾望的意 愛悟意 這七情 其實演藝法術說 七個通通是愛 愛不重不勝殺不 愛是其中一個啦 但是演藝法術說 這七個七情其實都是愛 總之七種皆愛耶 譬如說我們說喜怒愛樂 開始我們來一個一個探討 喜 你看到這個女生很喜歡她 你很喜歡她對不對 那就會有愛啦 你不喜歡她怎麼會有愛呢 你不討厭她呢你怎麼會有愛呢 你喜歡她 你動鏈頭 我很喜歡這個 這個女生 甚至你說你已經結婚了 你看到那個小姐都很喜歡 你很喜歡你就動 血影的鏈頭出來 你知道嗎 所以一個喜呢 陀佛所愛啊 我們說情同義和啊 有時候藍妮啊 尤其現在說網路交情 網路交友啊 什麼台灣叫一夜情啊 就一個晚上而已啦 一夜情 一拍即合 兩個看得很對眼 叫做最小 陀佛所愛啊 那這是第一個喜 那第二個怒 你氣溫到我喜歡的 你把我的女朋友佔領的 跟你不共戴天 就把他殺死了 我們台灣發生一個老兵啦 退伍金人老兵啦 八九十歲啦 坦白講也就不能人道啦 不能人道就是說他不能進那個 這個我們講說夫妻的這個行為啦 他的太太啊 是從中國大陸起過來的 早期啦 年紀很輕大概是二十幾歲 小姑娘 那麼年紀差太大 八九十歲跟二十歲他太大 那中間有 有 我們所謂的戴鍋啊 有一天啊 這個老先生啊 就看到他的太太啊 跟別的 別的這個男人 打琴麥翹 這個老先生 觸童一生起來 一生氣啊 懲恨心一生起來 就這裡就怒啦 喜怒啊 就是怒啦 拿起刀來 把他的太太殺死以後 在他臉上畫了好多刀 然後邊畫就邊講一句話 我愛不到別人也不能愛 怒啊 怒就是什麼 侵犯所愛啊 你脫我的東西 我就置你已死地 我生氣了 那也是愛啊 那麼愛呢 喜怒哀樂的愛呢 挨著王思所愛 比如說太太死掉了 老公死掉了 丈夫死掉了 女兒死掉了 兒子死掉了 你的罪愛死掉了 愛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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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橫 就是悲傷過度 非常的哀痛 非常的哀痛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愛啊 愛什麼 王思所愛啊 你最愛的離開你們 愛別離 愛則順從所愛 喜怒哀 如果你很愛的話 就順從所愛 你餓的話 黃愛所愛 我們為什麼會有愛悟心呢 能夠順你的 你就喜歡 就會產生愛 如果障礙你的愛 你就升起 應悟的心 你就升起昏悟的心 這個叫悟啊 惡則呢 悟啊 是好悟的悟啊 這個應該念悟啊 不是惡 悟則呢 黃愛所愛 你比如說 有些人看到 人家破壞你的好事 比如說你要追這個女朋友 別人跟你破壞掉了 像我們這個三重 這邊發生一個年輕人 他追一個小女生 大概國中生 那國中女生的媽媽就說 不行 不能嫁給這個 你們年紀都還小 不能談戀愛 不能嫁給這個 男同學 那個男同學 因為有跟這個小女生借錢 大概借了十萬 那小女生的媽媽就說 那不能談戀愛了嘛 那就必須把十萬塊要回來 他那個國中那個同學 你看心有多狠啊 就這裡講的 悟者黃愛所愛啊 他就產生 憤怒的心出來 他就跟那小女生講好 好我錢還給你 你叫你媽媽一起出來 結果他們兩個母女 不以為意 沒有防範 當場在談判的時候 兩個母女都被殺死 這發生在我們台北的命案 悟者黃愛所愛 欲者眾之所愛啊 我們說喜怒哀樂 愛悟意啊 樂就不用講了 樂一定是難歡你愛的樂嘛 飲酒作樂嘛 那也是愛啊 愛喝酒 那也是飲酒作樂啊 難歡你愛 也是愛 那當然是樂 所以喜怒哀樂 我們都講完了 那愛悟意 那愛不用講 愛者順從所愛 悟者黃愛所愛 那欲呢 欲就是眾之所愛 就是眾欲啊 那眾欲也是你愛的啊 你喜歡的東西叫眾欲啊 所以你愛飆車 飆車就發生錯誤死掉了 對不對 你愛飆車 那飆車 我們台灣叫飆車 騎摩托車騎得很快 那叫飆車嘛 你愛飆車 砰撞上去 電視鍵桿死掉 也是愛啊 對不對 所以這也是愛 當然愛不一定是男歡女愛啦 所以呢 這個欲則呢 眾之所愛 所以這個欲情啊 都是以愛情為本啊 既愛情為本啊 所以 為什麼世間人叫愛情愛情愛情 我們這裡面就要探討 就是欲 就是情跟想喔 所以愛跟情 為什麼愛情愛情愛情 因為他是情子啊 所以愛跟情連在一塊就是愛情啊 皆以愛情為本啊 所以欲情啊 探討到現在 結果還是愛 總歸是一個愛 那麼當初 剛開始的時候 最初只是對靜生起愛然 比如說你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 美女出現 這個女生 女眾出現 或者說 你看到這個 這個色情影片 或者這個情色電影 你生起了一個愛然 那就會去做見幻科啦 所以呢 剛開始是對靜生起愛然 貪戀不捨為忘情 以忘情機久不休 則能發生貪愛之水 所以老和尚說貪心贖水 這個貪愛之水 我們想說流口水 你想要吃那個東西 吃那個活魚 你就流口水出來 等一下就要探討 或者就會為你開示 為什麼會生出貪愛之水出來 所以我說佛陀很有智慧啊 他都知道我們在想什麼 怎麼能發生貪愛之水